大家好,我是Den 去年因为霸凌争议而宣布退团的邮寨的成员苏金 今天透过法律事务所发表了立场文 苏金的法律代理人今天发出声明表示 苏金为了以法律程序来解决争议 而对爆料者提告了 但是最终结果是无先疑 在经过长时间投论之后 觉得利用法律来澄清爆料者的贴文是有困难的 所以决定不再进行法律程序了 去年在最初爆料者爆料苏金霸凌争议之后 苏金说过在与同学通话中争吵时 有说过暂话 但是绝对没有过校园霸凌 然后在与爆料者见面后 对于说暂话的部分道歉了 但是因为之后爆料的内容与事实不合 所以就进行了提告 接着苏金法律代理人表示 苏金没有对爆料者施暴 或者是夺取钱财的事实 所以对于那个部分无法承认也无法道歉 而且爆料者主张自己被苏金霸凌的中学一年级失去 苏金在学校暴力委员会被判定了无罪 反而是被委员会认定 苏金是受到前辈们施压的受害者 苏金没有像爆料者爆料的一样 因为校园霸凌是过任何惩罚的事实 而警方对于这个案件表示 在爆料者的立场 整个事情可能是事实 没有故意造假等理由 所以决定不移送处分了 这个案件除了双方对立的陈述之外 没有其他可以确认事实关系的证据 最后律师表示 苏金对于因为自己中学时期的言行 感情受到伤害的人 以及因为自己而失望的粉丝们 真心的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爆料者没有自己被霸凌的证据 苏金也没有自己霸凌的证据 所以才会被判为无嫌疑 这不代表苏金是嫁害者 反而是爆料者爆料的内容 学校暴力委员会 暴力夺取钱财都是假的不是吗 爆料者这是在做什么 连个证据都没有 还把事情弄这么大 结果无嫌疑 学校暴力委员会那件事也是说谎 你要怎么负责 你毁掉的一个人的人生呢 真的看苏金跟爆料这两个人的陈述的话 不就是同学们吵架吗 我们怎么能知道当事人的过去呢 早知道是这样了 苏金这期间会有多委屈有多伤心呢 希望以后能走划路 不能重新加入邀加一点吗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爆料者都已经无嫌疑了 还有什么话说呢 是想要再出来吗 有过霸凌争议了 所以不应该出来吧 不管怎么样 爆料者是无罪 所以苏金还是做错了 对于苏金法律代理人的立场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